各位观众 跑去公司开会 时代赛车 而另外还要来关注的是 有关于总统府发言人丁允公 遭到前女友爆料 说他逼他堕胎三次 欢迎回来 今天我们五报大同条 同流究竟 我们要带您一起来关注 是总统府的发言人丁允公 在今天遭到前女友爆料 我们来看看爆料内容是什么 他说丁允公在之前 在高雄市新闻局长任内 那个时候明明就跟前妻订婚了 但是他却跟大家说 他是单身还有劈腿 包括我在内一共有四个女生 都被丁允公给劈腿了 甚至这个前女友还跟周刊说 在他们交往的过程里面 他曾经三次都怀孕 但是丁允公逼他把小朋友给拿掉 甚至还质问他说 是不是没有吃药 因为他很担心会影响 他到他的政治前途 甚至还说 他跟他肚子里面的孩子 会让他的人生毁了 他说如果我想看到他毁掉 不就跟那些敌人差不多 而在丁允公今天的最新回应就是说 他是他的个人行为 确实是违反了社会期待 他决定要请辞 总统府发言人 已经向总统来报告 也已经准了 而我们也发现 丁允公把他的脸书都关掉了 要来避风头 并在政坛上面 怎么都有关于绯闻的消息呢 在昨天品学恋不是也大方的公开认爱 现在也让民营党立委 类品瑜 还有苗栗县议员曾文学 再度成为话题人我 当时被拍到的照片是 他们当街勇吻 甚至志愿者在接种疫苗之后 出现严重的不良反应 甚至还威胁到他的生命 药厂紧急宣布 暂停全球性的临床实验 好 我们刚刚有特别 民众家门口被不明人士摆放了两座 这个神祖牌位 吓得他们赶紧报案 急忙把牌位正式放到警察局 观众朋友们午安 四翔午安 其实这几天大家都会感觉到 整个天气状况是蛮稳定的 但是四翔今天要特别提醒大家的事 从明天开始 这个天气就会有所改变 立刻把时间交给你了 好的 英童午安 而且不止有所改变 到下个礼拜二之前 都要严防雨神来报到咯 首先带大家来看一下 几个时间交换给英童 好 在这种夏天的时候 想要吃的清爽没有负担的料理 我们可以考虑到这一家温泉馆来用餐 因为这个温泉区的业者 跟台大医院携手合作 打造了一个健康养生餐 由专业的营养师来规划菜单 选用刚进的鱼 肉 还有蔬菜 搭配烹饪的手法 有十道菜 热量却只有九百大卡左右 少油 少盐 又高鲜 让泡汤的客人吃饱之外 身体也没有负担